这个本来的写法是用那个录制聚集在修改 然后呢 之后的话把它改成其实就是整个用VBA写 两者之间差异性其实还蛮大的 第一个可以看到的就是说原来程式这么长 到这边然后等于大概有20行应该有20几行 那如果用那个VBA写的话 其实 大概就整就这样而已 一个回圈 加一个逻辑 里面的话大概就是多增加 大概等于8行而已 就可以搞定一个程式了 写法当然如果 这样写其实就精简很多 而且其实速度效率上面你会发现 也会比较快一点 因为他会停下来大概要一秒钟 这个是马上过来 所以相对的如果以后你跑的资料量多的时候 你要不要切来切去其实很浪费时间 那个效率也不好 那怎么写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上面这个逻辑就是我们 之前用录制的 如果录制的时候的话 因为 很麻烦那你要判断什么 前面的话有几种状况 就是 第一个是 这个到底是有几笔资料 因为如果有没有资料 当然就不用跑 有一笔资料的话 因为你如果一笔资料 录制聚集 Ctrl-Shift向右 向下 有没有你不能向下 录制聚集的话 只能Ctrl-Shift向右 也就只有一笔的话 Ctrl-Shift向右 那如果多笔才是Ctrl-Shift向右向下 那所以 这边的逻辑判斗 那当然就是 如果用录制聚集的话 就是会有三种 第一个呢 我怎么知道这里面没有资料 如果没有资料呢 就不要处理 那没有资料 我这边逻辑是什么 就是用Range A3 里面 是空的 这边 第一个逻辑 如果里面是空的 其实基本上这一 这一列整个都是空的 因为连 第一个资料都没有 那后面应该也没有资料 那我们这个概念有点像把 第一个当成Key 通常资料Key会放在 第一栏 OK 那如果说没有资料 那我就做什么呢 我就 直接跳到那个什么呢 跳到GoTo那个Nordata Nordata实际上就是Nets 因为直接跳过了 因为 实在是想不到什么方法可以让程式直接跳过 所以你可以写一种方法叫GoTo的叙述 以后的话 你假如遇到程式不知道怎么跳过 很多行 就是后面都不要执行 那你可以用这个叙述叫GoTo 后面叫Nordata Nordata是一个标签的名称 那你这边的话呢 就会给他一个标签 比如你要从这边 直接程式跳到这边 后面就不要 去执行的话 那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差别是说这边有多冒号 这边就跳到这边了 Nordata就是跳过 就不做任何的复制动作 那如果 R等于 3的话 意思是说 向下追踪 比如说我从A2向下追踪 这边的话呢 假设只有一笔资料的话 那我就Ctrl向下 刚好停在3 那我就Ctrl向右就好了 不要再向下 OK 所以这边的话 实际上如果是聚集的话是 会根据他的资料量 而写出这个逻辑判断 这个也是 想出来的方法 反正就见招拆招 OK 所以以后 很多东西实际上都是固定逻辑 所以我讲过啦 如果逻辑里面大概一重两重多重 大概就够用了 工作里面 最重要还是你要去熟悉他 然后经常去使用他 然后不同的逻辑给不同的处置方式 OK 这边的话如果他里面没资料就跳过不做 如果是一笔那就Ctrl向右 Ctrl向右向下 然后Copy 切过去贴上 然后这边有Obset Obset的话 还要算说要放到哪里 那放到哪里的话 实际上这边有 R减掉2 那R为什么减掉2 同学最喜欢问这个问题 因为上面 有 两列资料 我记得 下面 这边一个 两个 R减掉2 这边的Obset 把它先清掉一下 有些说 甚至写写完之后 没有特别再去看他的话 如果不知道的话 跑到这边贴上 那再来的话 R为什么要减掉2 R是3 减掉 因为 这边的上面有两列 两列R等于3 就是只有一笔记录 所以Obset这部分就是说 你贴一笔 那就向下 向下一列 对不对 所以概念大概就是这样子 OK 所以R的话就是 1月 就是1月份的资料 如果有 3就是一笔的话 那就是向下 一列 Obset 那一直可以推 不过 这种写法 比较象征 真的像那个滑鼠键盘慢慢这样动 这是一种参考 写应该没有问题写得出来 可是 反而我觉得第1个城市 非常冗长 第2个好像 理解上面好像也 并不如 反而这个地方 甚至好像感觉不如那个VBA来的简单 我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慢慢发现 那